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九华山因为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天下 熟悉九华山的人可能都知道 这里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 还时常会出现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 佛光 一般来说在人们心目当中 佛光可遇不可求 有缘之人才会有机会看到 可是九华山似乎有些不一样 当地有不少人都见到过这种令人赞叹的奇观 比较离奇的是 当地有一位航拍爱好者 有一次他乘坐飞机返回家乡的时候 就在九华山的上空还意外地在飞机上拍到了佛光 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佛光为何会频频在九华山出现呢 九华山又为何与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结下不解之缘呢 九华山是湾南三大山系之一 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南部 最高峰海拔约1342米 九华山风鸾叠翠高出云表 日出 云海 雾松等奇观美不胜收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种自然现象 佛光被人们所称到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 当地的一位航拍爱好者王帆 乘坐飞机路过九华山上空的时候 他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窗外的云层上 显现出一个七彩的光环 光环中间还时不时出现飞机的黑影 这就是传说中的佛光 王帆兴奋地用手机拍摄下了 这一神奇的景象 回去之后 他把视频发布到网络上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随后 王帆开始尝试用无人机 在九华山拍摄佛光 经过多次试验 他了解了佛光的形成原理 也通过无人机 多次拍摄到了九华山的佛光影像 佛光可遇不可求 这一奇特的景象 究竟会在什么时间地点出现 它的形成原因又是什么 地理中国设置组在网上看到了 王帆发布的佛光视频 对此感到非常好奇 决定前往九华山 探索一系列的自然奇景 破解九华山佛光的谜团 九华山 威额耸立 显风插云 气象万千 以灵秀的自然景观 与佛教文化著称 唐朝时期 诗人李白 曾多次游历九华山 留下天河挂绿水 秀出九芙蓉的千古绝聚 从此九华山便明满天下 地理中国设置组 首先来到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从这开始探访九华山的地理密码 和诸多传奇 连续翻越山岭 设置组来到了大山深处的白石岭 这是一座古朴的 晚南徽派村落 村里人说 九华山岸确实会经常出现佛光 有不少村民都曾亲眼看到过 而就在不远处 一个叫做古牛匠的地方 看到佛光的几率更大 前几年听说是一位旅友很幸运 就是拍摄下来了吧 就是一轮带着红韵的那种 就是如影瞬形的一轮佛光 当时听他们说的那轮佛光的话 就是登山到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顶上 才能看到 村民们口口相传的佛光 真的会在古牛匠出现吗 设置组决定从白石岭出发 前往古牛匠腹地 出探佛光的奥秘 途中一场特殊的祭祀 引起了设置组的注意 设设设设计 二旗五国丰登 三旗国泰民安 村民介绍 这是民间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 祭茅莲 明朝鸿木年间 这里荒芜人烟 茅草遍野 仙人为躲避战乱 唯有用茅莲 开辟出生存的土地 为缅怀先祖艰苦创业的历史 后人把他们用过的镰刀 奉为圣物 每年在祠堂祭祖时 把镰刀奉在祭坛上 工人瞻仰祭拜 有不少人说 祭祀活动结束后 会有佛光显灵 是上天在保佑这一方水土的平安 这一说法 不禁让摄制祖 对古牛匠的佛光更加期待 当地人说 佛光的出现 与气候条件紧密关联 一般 在雨后出现佛光的几率更大 要想前往古牛匠 观测佛光 最好先观察 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为做好充分的准备 摄制祖决定 先前往池州市气象局 了解情况 佛光的话 主要行程的话 首先是要有太阳光 然后是需要空气中 有足够的水气 就是气候比较湿润 近期我们池州上方 都是受500百趴的 高构槽影响 有连续几天的 降水 一直到24号左右 天气有一个转好 转晴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20号到23号 你们肯定是拍不到佛光的 但是到24号以后 就是机会是比较大的 根据气象局的观测情况 未来几天 池州地区会持续降雨 无法观测到佛光 摄制祖决定 等待天气转好 一周后再前往古牛江 探寻佛光 此时 天空中开始飘起了雨 聚散的云木下 碧绿的林荫旁 是一条流淌着湿的河 秋浦河 古名秋浦江 是长江一级之流 干流全长 与149千米 此刻 一夜青州摇曳河上 一城碧水 十里金山 这便是师先李白 用笔墓涌探过的 晚南山水 李白留下了数十篇 秋浦系列作品 他最情于秋浦河的 山光丰雾 同时有心系朝堂 忧似怅然 当时的秋浦这个地方 生态环境非常优美 动之物多样性 非常丰富 一个呢 它是热我们秋浦山水 第二个呢 就是秋浦这一块 明峰群浦 老不幸 喜欢吟诗作妇 喜欢歌唱 在秋浦河里 流淌的诗情画意里 摄制组体味着 诗仙留下的那份怅然 停船上岸 向导带领摄制组 来到了一户人家 得知摄制组的到来 村民们精心准备了 地道的美食 干锅小杂鱼 翻炒 焖煮 再撒上提鲜的青红椒 一锅肉质细嫩 鲜美诱人的小杂鱼 就出锅了 再尝一尝 嗯 确实很鲜美 和鲜的那种味道 在向导的带领下 沿着秋浦河畔 摄制组来到了 另一个古朴的村落 大山村位于石台县 仙玉山大山深处 绿树掩映之处 错落有致地 分布着十几状民居 当地人说 大山村被誉为 神险居住的地方 这似乎与古牛匠的 神秘佛光相呼应 走进大山村 山野清新之气 顿时沁人心脾 仿佛渐入仙境 不远处 一棵参天大树 引起了设置组的注意 这是一棵什么树呀 对了 这个树比较特殊 吴越东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地质环境研究工作 这个就是人家常说的 那个叫紫微树 紫微树 对了 紫微树 紫微树的话也通常 这个老乡说的就养养树 如果在它小的时候呢 轻轻捞一下 可能这个树冠和那个枝叶都发生抖动 但这个树太大了 像我们老也老的话呢 可能对它的话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来 手抓好 还要来一点 好了 太大了 好 1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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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数字 这个树挺高的 有28米高 那像这种树它就适合生产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它这个一般适合在石灰岩分布地区 一般适应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大山村的左边很多都是卡斯特 所以在这个地区非常适应它的生长 生长得非常茂盛 专家说 紫微树耐旱 怕烙 多生长于肥沃湿润的土壤中 据当地人说 在这附近有一口水潭 当地人称怪潭 它怪在潭水长年盈满 大汗不干 考察队不禁赶到疑后 决定前去探查 怪潭 地处石台县横渡镇 考察队再次来到丘浦河畔 由于河道曲折蜿蜒 水流湍急 要想到达怪潭 唯有乘坐皮滑艇 顺流前行 昨天晚上下雨 今天上午下雨 水涨得很高 小心小心 没事 我坐河边 接连几天的降雨 使丘浦河水位不断上涨 考察队还需更加小心谨慎 抓紧了 面醉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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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华艇在激流中不断颠簸 经过了险滩漂流后 考察队顺利抵达河岸 来到了怪潭 当天滑下雨后更容易滑 一定要注意担心 只见潭水成青黑色 潭边怪石临循 大树遮阴蔽日 据说 怪潭四两丝线打不到底 常年不干涸 那么怪潭因何这么不寻常 如此强降雨 对它是否会有影响呢 冒着大雨 考察队乘船进入 这个水发绿 可能一定很深 等会我们用绳的来测一下 这个怪潭的水到底有多深 我们先把那个千锤 这个放下去 放了一段 还没到底 哦 这水 哦 好 到底了 在 在这个地方 你打个结 来 我抓好 来 好 千锤拿上来了 好 来 从这个千锤这个肩部这边 开始量级 好 这地方是一米 一米 我们的结打在这 对 三米 三米七 这个水深也就三米七 没有像当年老乡 说的水非常深 让我们来看 可能这个怪潭 就是过去一个古河道 正好这是一个弯曲部位 河流 这个冲刷作用非常强 大的石块 又在这个地方 堆积或者沉积下来 又把它中间隔离 隔离的话 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水系 所以形成一个潭 专家分析 由于河流的长期冲刷作用 所携带的泥沙和碎石 堆积在岸边 使水潭与河道阻隔开来 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水域 而地下河床 以及碎石缝隙中存在渗水 再加上长期降雨汇集 导致怪潭常年不干 资料前世 池州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 大约是1600毫米左右 气候湿润 雨量充沛 根据以往的经验 云雾多 空气湿度大 海拔达到一定高度 都是形成佛光的必要条件 专家判断眼下这天气条件 正是追逐佛光的有利时机 于是考察队决定 离开怪潭 前往古牛匠 碰碰云气 翻越崇山峻岭 考察队穿行在云雾缭绕的山路间 突然前方遭遇一处 山体塌方 阻断了唯一前行的道路 这块好严重 你好 这是什么时候开放的 昨天这一个礼拜 就是连续下雨 对吗 因为这一块 就是盘山峰路 所以如果雨下多了 它这里就很容易开放 师傅 您可以就是把这一块 暂时先给我们 清一条路 让我们先过去吗 可以啊 谢谢啊 谢谢师傅 继继续前行 考察队来到了古牛匠山脚下的齐峰村 考察队先向当地村民打听佛光的情况 看到过来我亲眼看到过来 还在祖峰上是看的 它那个形状是什么样的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 还记得 还记得那个 中间好像一个人 看不清 复光 其实好像周围都有闪光的样子 也看人家运气了 古牛匠地处石台县与奇门县的交界处 是晚南三大高山之一 主峰的海拔约1728里 这里面有面包对吗 这些都是吃的 好 再封油鸡 有经验的向导高速考察队 古牛匠原始森林密布 山路地形艰难复杂 若想负重徒步登顶 一天之内无法下山 必须在山顶上露营一晚 接着 考察队背上行囊 踏上了登顶的路途 我们都在草丛中在穿梭啊 慢点慢点 路滑啊 一定要注意 行进了一段时间后 考察队到达半山腰的一处平地 放眼望去 厚厚的云层布满天空 考察队疑惑 此处能观测到佛光吗 我们现在在那个地方 正好一个山地上面 海拔的高度正好在一千米左右 像这种天气 这个时候 还有这种地形啊 像产生复光的可能性不大 只有再往上走 遇到大理抖牙东西 才可能看到我们想看的浮光 继续向上攀爬 这是同行的队员 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 为大家艰难枯燥的路途 增添了些许趣味 这个虫啊 在我们当地啊 就管它叫吊丝鬼 这是什么虫呀 它怎么像在那个 对对对 当的丘鲜一样 你看它这个线啊 这么长一根 根本看不到有多长 对 这个线你如果不注意看 你也看不见 就好像它悬空那样 它这样 特别像在一个上吊的姿势啊 所以我们当地老百姓 都喊它叫做那个吊丝鬼 对 而且它自己在那一拱一拱的 对 还挺有趣的 这个虫 古牛匠被称为 华东地区 动植物基因库 这里生态系统完好 气候条件优越 专家说 根据古牛匠独特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 当雨过天晴 云雾汇聚之时 出现佛光的几率比较大 此时 距离登顶 仅剩三分之一的路程 考察队决定 一鼓作气 向着风顶 继续攀爬 大约一个小时后 考察队行之古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归纳来说 形成佛光的条件 需要太阳光 云雾和特殊的地形 而此刻所处的位置 都具备这些条件 那么 考察队能如愿 看到佛光吗 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并没有出现佛光的迹象 天色将晚 考察队决定 就地扎营 露宿一晚 明天早上 再登主风 今天很遗憾 我们都没有看到佛光 对 没看到 有点希望 今天早上我们要拍的话 咱们只有依靠咱们 东边的太阳 对 然后咱们西边的云 最好立咱们近一点 成一条直线 各自做好自己的保护 好 早点学习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在姑牛江的封顶旁边的一个露营地 离封顶很近 大家可以看 听见了吗 这个抱佛雨的声音 那么我们今天早晨本来准备的这个开车日出以及拍佛光的计划 太阳都要取消了 山间的天气 说变就变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考察队不得不放弃原本的计划 考察队抱着遗憾返程 此次在古牛江追寻佛光之行 以失败告终 在这几日的科考中 考察队沿着秋浦河畔 一路感受诗仙李白留下的感性诗意和山水奇景 大自然的伟力和奇巧 不仅塑造了古牛江这一雄伟奇力的晚南其风 也因其实意实现的神秘佛光 成为了人们对自然崇拜的精神载体 虽然考察队此行没能如愿看到古牛江的佛光 但据向导说 在九华山看到佛光的几率也很大 而此前考察队了解到的那位航拍爱好者 也多次用无人机在九华山拍摄到了佛光 考察队决定 邀请他一起前往九华山腹地 再探佛光之谜 古牛江山岳风光秀美 山势显峻 而且时常出现佛光的奇特景象 这让古牛江在当地人的心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专家说佛光的形成原因看似简单 其实需要同时具备很多自然条件 想要看到佛光一方面要靠些运气 另一方面还真的掌握一些诀窍 九华山当地有一位航拍爱好者 好像真的找到了其中的奥秘 甚至他还声称他可以用无人机轻松地拍到佛光 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这是真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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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